也是立潘營的消息 國文部長 庫國庁真正說他們睡不好睡 這種的公反 他們去國台辦的評論 說答案就在台灣 庫國庁再去給他們說 他們積極的關係 其實因為民國五十八年 入軍後後 就不睡安穩過 說軍人只要在主要位置 這個頭到頂就不舒服 說那種的進攻 進去做 就像有一個課題 但是如果做不好睡 頭到頭就會痛 建議說什麼 不能對他所說這樣睡不著 亂想 現在聽說 這個總統府方便對這個言論 也有所不斷 因為說庫國庁是失控的主招跑 庫國庁是說 五日空之後 他就變成過路人 我們怎麼改進 看他們有什麼長處 我們可以做一個學習 因此而要買什麼 不見得 不過 國庁部長 庫國庁 契合在臨 他說 兩方教室困難 讓他沒吃 沒睡 想不到 國台辦 也特別回應 還參與嗎 不凡重溫一下 2008年到2016年 兩岸和平發展時期的榮光和盛景 那麼從中找尋答案 答案就在台灣 又睡不著 已經想到這樣子了 我倒沒有想到 自己說的話 應該就關注 庫國前有稍微以外 又說自己睡不好 都是在願望自己愛護這陣 國庫三年開始 我講說我進群像 有沒有睡好教過 你只要在那個主要位置上的話 你腦袋上就跟孫悟空一樣 一個孤 你做不好 頭會痛的 所以不要把這個議題 變成無限的上綱 不過他調地的發言 團出向富豪的高山不斷 又說他沒問題 讓外界裂 新政府重任後 他不會留任 我雙馬兵出身的 多航自走的車輛 自走的炮 部長我領之後 還有機會看到你嗎 我領之後還有機會 謝謝 謝謝 人事的部分 那就路人家路人議啦 韓雲委員會的政主委李政委 讓人看作是接任國安部的人選 團出已經在參與國安的相關會議 副國情也表示 在外面的會議也有回到他 沒有接任會議 也讓未來國安部長的人選 留一些空間 哈囉 我是林明睿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